Magic Box 所以就是真的 大家我下次再约人多要碰面的时候 我真的会再三考虑喔 那在刚刚那个例句当中呢 其实我们用到一个动词片语就是 look for 那这个片语呢 其实它表示的意思是寻找 那它其实比较像是 大方向的这样子去寻找 那如果今天你要表示的是 你努力去寻找 或是注意寻找的话呢 其实呢你可以用一个片语就是 look out for somebody or something 那这个片语的这个寻找呢 比较偏向是仔细地寻找喔 像是呢 the police told us to look out for a green car on the street 警方呢 告诉我们要在这条街上 仔细地去寻找一台绿色的汽车喔 那这个片语呢 其实也可以有表示 有照顾某人的意思喔 那通常我们在用 在使用上呢 我们会是 look out for somebody 那我们用这个片语呢 我们来造一个例句试看看 像是如果你今天想要表达说 我是家里面 年纪里面最年长的小孩 我总是呢 就是会照顾我的弟弟跟妹妹 那这时候呢 其实你就可以说 I'm the oldest kid in my family So I always look out for my brother and sister 好啦 那希望今天这个major bus 你们都有学会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